你可以講一下今天終於就是要準備發行新的EP 有什麼想法 就是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很像一場夢 但是我也用盡全力投注在我的迷你專輯裡面 不管是快歌或者是慢歌上面 然後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所以一定一定要記得來預購 怎樣用盡全力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辛苦的過程 辛苦的過程就是 辛苦的過程就是包括呢慢歌 因為我本來以為其實慢歌很簡單 因為自己本身喜歡唱慢歌 但沒想到竟然真的是歌山就是真的不一樣 就是我進了錄音室之後 很多很多地方都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然後譬如說就是老師會叫我轉音啊或是抖音啊 然後就是像抖音的部分呢 我就不太會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老師就是現場也教了我一個抖音很尷尬的一個動作 譬如說 譬如說就是抖音啊 然後我就說老師我真的抖不出來 他說那你就用你的手輔助好了 所以我的手就是會 就是唱歌的時候錄音的時候是 就是這樣 反而是這樣對 他就叫我這樣子唱歌 就讓自己有動作就是這樣子就會帶動我的喉結 你要不要試試看怎麼抖啊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會滿好奇的 大家會滿好奇喔 這樣選一下 我想一下喔 嗯 隨便唱一句 唱一個唱一句嗎 對啊你就唱自己的歌有抖音的部分 對對那個部分 有抖音的嗯 嗯 譬如說 嗯本來沒有抖音是 透進來的陽光 然後我抖音的是 透進來的陽光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動作很尷尬 可是老師他們就全部 因為我很專心在錄音 然後結果沒想到 老師他們全部拿手機在外面錄我的動作 就超壞的 對 但是也錄得很順利啦 因為老師這個教法 讓我很順利的錄完抖音的部分 所以拍MV的部分是 妳是覺得工作人員在開玩笑嗎 我就覺得就是 公司怎麼好意思找工作人員 來沒有啦 這個沒誠意 因為我覺得公司可能怕我緊張 因為其實面對要跟帥哥拍MV 真的是 可能我連話都說不清楚 所以公司可能想說 反正第一次拍MV 先讓婕琳適應一下 因為畢竟一定會有下一張嘛 所以就想說 那先派個工作人員 讓我嘗試一下 感受一下拍MV的感覺 剛剛妳開出的夢幻名單 妳覺得有實現了一天嗎 有實現了一天嗎 要不要對他們天王們喊話 真的假的 嗯 我希望 我最想要第一個名單是 第一個名單喔 我覺得劉海豪真的是蠻棒的 哈哈哈哈 要不然我的好朋友黃紅生也OK 對我覺得這幾個 其實只要就是顏值高 我都可以接受 一定要帥 也不一定要帥啦 因為其實我內心很喜歡憲哥嘛 但是總不可能叫憲哥 來跟我拍一些感情的東西 也太奇怪 我怕會像婦女 憲哥可以嗎 憲哥可以嗎 那我就先 我就先說 Sandy謝謝 哈哈哈哈 那妳覺得那些朋友要預購幾張才夠啊 蛤 我都跟大家說 就是 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就好 因為我跟粉絲 因為去年 之前拍寫真書嘛 然後 粉絲有人是一人買100本 但是 他們都怕被爸爸媽媽罵 結果就 寄到我的經紀公司 來到我自己經紀公司 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次我就跟大家講說 請你們就是 以自己能力為主 但是希望是10張啦 哈哈 還是滿要求 然後我要在這邊跟納豆哥說一下 豆哥 妳記得我們之前代言遊戲的時候 妳在記者會上面說 妳要那個預購100張 請妳實現這個諾言 哈哈哈哈 可能要跟那個納豆哥講好 尺度有多大 他可能100張會實現 妳要不要先跟大家講 尺度有多大 尺度 還沒有看過快歌的MV 聽說快歌的MV剪出來 然後聽說我現在在我們公司 有一個新的外號 叫做炫耀 台灣炫耀 可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能放錯MV了啦 可能真的看到炫耀MV 但是我覺得 這次的快歌真的是 史上讓我覺得最害羞 因為我在拍攝現場 我整個臉很紅 因為那個 太多sassy的動作 什麼扭屁股啊 回蒙啊 眨眼啊 這些從來是我 真的是活了這麼久 還沒有嘗試過 我真的會讓大家看到臉紅心跳 我跟大家保證 像一個台版炫耀是凱樂 妳覺得妳有贏他嗎 愛讓你久等了 應該有吧 我的衣服都穿成這樣子啦 OK 那星星哥想愛了 就是也是代表 妳自己的那個狀態嗎 其實 因為其實 我的粉絲們一直很關心 我的戀愛狀況 那其實內心當然是 沒有人不想要被喜歡嘛 所以還是會 帶一點點想愛的感情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 正逢我剛好出了EP 所以當然是工作還是擺第一 可是如果下次真的 就是拍漫歌 希望可以跟那個男主角 真的談戀愛 可以嗎 可以嗎 最近公司可以嗎 可以 剛才有很多好朋友就祝福的 也算是 就是有點誇你說 是那個災難界的長青 是不是有什麼想法 我也不知道該說 我就常常跟他們說 其實我不願意當災難女神 但是大家把我拱起來 其實我也很害羞 因為 畢竟我現在真的就是 災難女神的代表 然後連走在路上小朋友都會說 你是宅男女神 那其實還蠻開心的 可以到這把年紀 還被人家稱是宅男女神 其實我覺得蠻榮幸的 嗯 但是如果這次 經過這次第一張以後 會不會之後有考慮說 再繼續往這個方向買 那就看我們公司 還有沒有剩下多餘的錢 哈哈哈哈 因為很擔心第一張賣的不好 公司可能就會就此打壞 但是應該是不會 我相信我們公司 因為在我拍完第二 第一支MV拍完的時候 我們公司就已經跟我們說 接聽我們再來出第二張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我 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會有銷售壓力嗎 你這個人 銷售壓力 我刺激到 我覺得以平常心對待就好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的粉絲們很期待 所以我相信他們也會很支持我 嗯 那這次也是下滿多工夫的 會不會有再接一些表演 就是唱自己的性格之類的 哦 絕對會啊 所以就是 因為1月1號正式做預購 那之後就是 當然這次尾牙可能趕不上了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 譬如說校園啊 學生想要看到我的話 都可以趕快聯絡我們經紀公司 好嗎 哈哈 哈哈